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 法轮功没有组织 法轮功完全没有组织 可是他可能认为有组织 对啊 对法轮功而言 法轮功完全是没有组织 法轮功是松散的 你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那也没有名单 也没有名单 所以他怎么会突然之间觉得 那个人数比共产党 对啊 因为有很多信仰是 我现在只是在这边练一下功 那我也没有确定我是法轮功 我只选择你这个功法很好 其实中国它不只是 我们刚选错地方了 那个迫害法轮功 它也迫害那个基督徒 对 它也迫害一件的 它就无神论嘛 对它也迫害一件天主教徒 它也迫害一件的 根本上它是无神论 像任先生说的 它是无神论 这边我们都知道 可是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接触过 他们这个就是说整个 知道中共他们曾经是支持 这些种种的功法 那后来我是知道 经过了法轮功以后 几乎连气功还不支持 当然他不能够单单 他要出来 他能够标示法轮功啦 可是他又 他真的要镇压的时候 当然把其他的也一起 一起一起 都视为一样的 像比如说 他那个前面提到 所以大概有几十万 换个